我都跟他们讲 主要是向他爸爸学习 这个对社会的一个责任感 还有就是有爱心 从他们出生到现在 已经变成是大人了 出了新兴也读大学了已经 所以我都觉得 我也觉得自己应该开始安定下来 综观赌王何鸿燊的传奇一生 广为人知的是他控制资产高达5000亿的财富 有四个老婆和17个子女 并且还与多位女星传出过绯闻 所以大家都很好奇 赌王何鸿燊到底都会撩妹 在曾经四太梁安琪参加了一档访谈节目时 便与主持人透露到自己和何鸿燊当年的恋爱过程 1980年梁安琪独自一人来到澳门 刚到澳门时他举目无亲 只好一人打四份工 早上在写字楼上班 下班去叫交际舞 休息日还要教小孩跳芭蕾舞 他认识赌王纯属巧合 1986年赌王参加一个舞会需要一个舞伴 而梁安琪有一名学生正在和他学习交际舞 这个学生就是赌王的三哥何鸿展 所以何鸿展推荐梁安琪做赌王的舞伴 这样26岁的梁安琪第一次见到了65岁的赌王 大家都知道交际舞非常注重合拍 那天在舞会上 赌王觉得梁安琪跳得太好了 和自己很合拍 于是跳完一支舞后接着又跳了一支探歌 在这之后赌王认定梁安琪为自己的固定舞伴 还对他非常关心 当知道他打四份工很辛苦 当时何鸿燊就决定让梁安琪到自己的企业中上班 工资也从几百块涨到了几千块 之后梁安琪靠着自己的努力和聪明 也成功地让赌王离不开他了 在那个时分 梁安琪的个人能力超拙 长得也很漂亮 穿戴长裙让梁安琪的身段看起来非常好 因为专业是学习舞蹈出身 在气质上梁安琪看起来也并不差 难怪和何鸿燊相识之后 何鸿燊会那么喜欢他了 并且还特别宠溺着他 两个人虽有着不小的年岁距离 但就是这样何鸿燊仍是和梁安琪走到了一起 在之后梁安琪也是给何鸿燊生下了五个子女 对于梁安琪这最后一房太太 何鸿燊也确实是非常宠爱的 不仅在娶他时承诺以后不会再娶 后来也真的兑现承诺做到了 那么1986年的何鸿燊到底有多帅呢 看到他打球的姿势 难怪26岁两安琪院做四太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赌王何鸿燊其实是个网球高手 同时何鸿燊还一直都有赞助香港网球精英赛 他也曾经和搭档一起拿下了七连冠 当然是在双人150岁的年龄组中夺冠的 何鸿燊在香港一直以养生有数著称 爱好跳舞 游泳和打网球 即便是上了岁数 何鸿燊也一直都很喜欢打网球 据悉他每周都会打两次网球 赌王常年的运动和坚持打网球 是得以享年98岁的重要因素之一 因此直到78岁 他还于四太良安琪生下了一个小女儿何超新 赌王的传奇医生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 都可以说是此生无憾了 如今何鸿燊已经嫁和西行享年98岁 也希望他在天堂一起安好 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言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